这段时间,年底各大颁奖典礼举办的如火如荼,而作为人气顶流的肖战,却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。 之前大家都知道,他演出玩话剧《如梦之梦》就回到了北京,但是后面的行踪,外界都没有线索。 虽然知道他一直在低调地忙碌自己的事情,但是又没有官宣禁组,所以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然而近日有网友在朋友圈意外地发现肖战的行踪。 根据网友表示,此次肖战在拍摄代言品牌物料的时候和品牌的工作人员一起合照。 照片中,身穿浅紫色拼接西装的肖战,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,因为是未修徒,所以肖战的颜值再度让人不得不惊叹,实在是太真实了。 一旁的小姐姐在肖战身边看着非常的娇小,都能感受得到他和肖时的激动心情。 现在一个月才出演一次话剧,想要看到肖战的影子都很难。 而这个小姐姐获得这么好机会和肖战一起合影,也实在是太幸福了。 那么大家觉得,未修徒的肖战颜值有什么变化吗?